今天来拉下酒糟 这有时间半个月没拉了 它这边好像停了一段时间 就这两天开始的 有这一段包 十七八包 喂鸡,喂鸭,喂鸣 五块钱一包 可以省一点成本 天天吃那么多玉米 扛不住啊 许哥,许哥现在这个能扛吗 这个能扛 能扛 扛不能扛 能两个人抬 尿哥 不能什么,富贵病 不能干重活 要多休息 要静养 我的妈呀 我们还有 远大伟大的报复 如何施展 对了 我的徐哥 我耽误了你的前程 你这也不少钱 以后 没事就 少拍点视频 每天就跟一个 然后 顺着时间就休息 好 这样对你不公平 没事 黄老师就私信给我了 他说每个业 都来给我补充钱 只要你 让我老公 少干点活 就行了 我都可以 不骗你 骗你干嘛 真的 这个怎么这么多虫子 什么虫啊 说这个好像是怎么保护 这个昆虫 保护昆虫啊 不是吧 好像是 好像是 你看我们 看咱这个 嗯 你这个身体让我着实羡慕 看 这不是吹的 年纪轻轻的 这不行 那不行 没办法呀 你现在我要照顾我老板了 慢慢一车 冻下去就出汗了 这其实我也 虚 啊 洗个脸 洗个脸 这水好 老板辛苦了 这村长的水好 这是山泉水 这山泉油是没有人家的 这是大山里面出来的水 退 走 切几包 在鱼塘旁边哈 不给鸭 不给鱼 这个鸭子 也不能天天吃这个鱼 鸭子吃不完鸡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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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毕竟我们要养这么久嘛 多了点钱给我老表看币买药吃 倒几包 在这个鸡慢慢的吃习惯了 这个底包 浪费减少了一点 这个鸡啊 很多兄弟们叫我们上架 像这个烟鸡这么大了 上架就可以上架了 这个还几个月啊 要到十月份 要到十月份兄弟们 还要等两三个月 大豆婆来了 肚子越来越大了 还几个月生啊 两三个月 啊 两到三个月 两到三个月 还岳父爸爸 看见没有 岳父排在前面 现在的兄弟们说 就我们家的家庭条件 有什么资格生三胎 我在想啊 这个不安于家庭也好 也不好 生 造孩这个东西 是吧 有钱就穷养 有钱就富养 没钱就穷养 就什么 还需要什么资格 没有钱 来 慢一点 现在大多了 土豆妹 赶紧把你牛抱过来 我蘸点喜气 蘸点喜气 是吧 快了 不用蘸 又是个儿子 还没汗呢 是好热 要出这么多汗啊 是不是也虚啊 出那么多汗 我靠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你洗了头发 他也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 大家检查一下 是不是虚了 跟我一样啊 缺钙啊 是跟我一样吗 像他就完蛋了 不是像他一样 小虚哥 好了 兄弟们 今天就到这 带我行屋参观一下 你们喂好鸡啦 吃好了 就这样 干啥 有点滩 快吃